在捷运古亭站附近的巷子里面 有一间在传统市场口的唱片行 这里没有新歌 只有西元2000年前发行的唱片 因为六年级前段班的老板 在东京旅游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家只有五六平大的 昭和歌谣馆 里面只卖昭和年代的CD卡带 还有黑胶唱片 因此他回台湾就开了这家 很独特的唱片行 希望跟大家一起重温过去的 美好时光 这是红旗一时的日本偶像团体 少年队的歌曲 后来曹蒙队翻唱成现实专送ABC 每个五六年级生 应该都会唱上几句 可以说是当时的共同记忆 而这间唱片行老板小峰 见证了华语流行歌曲的辉煌时光 所以想透过传唱经典流行歌曲 让每个人都可以重温美好年代 不明思义这个店家没有新歌的唱片行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面卖的 就都是时代流过之后 还能够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那其实在我们店里面 常常会听到很多人会尖叫 就是啊 当我听到这个尖叫的时候 我就知道对了 从小听流行音乐在桃儿唱片行打工 广播电台当企划多年 小峰熟悉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 而这些经典音乐也带着不同的意义 陪他成长 经典音乐对我来说 它就是我人生中 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开门的钥匙 因为像我小时候 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我的奶妈都要哄我吃药 她就说你吃完药 我就放刘文正的唱给你听 所以刘文正是我的一个钥匙 那又或者是到了国中的时候 开始有名偶像 包括了飞音三叔 包括了小虎队 在上课的时候 底下偷藏那个杂志 偷看他们的报道 其实那个也是一个 一个回忆的钥匙 没有新歌的唱片行空间虽然不大 但却陈列了许多亲笔签名的经典唱片 像是三毛 潘岳云 奇遇的回声专辑 陈淑华的反手签名黑胶 但老板最爱的鸭香宝 还是梅艳芳的签名唱片 我自己其实一直很难忘记 在2003年她过世的那一年 她最后一场演唱会 我在现场 其实看到她穿白纱裙 然后回过头跟观众道别 那个画面是永远的经典 每次看到这个东西 就会想到她的音乐 她的人 跟她是永远的舞台天后 那个很灿烂的香港的年代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歌领在做 店里帮忙客人带定专辑 吸引香港 新 马 大陆 甚至是美国的客人上门 也让华语经典唱片的同好 有了交流的地方 找了这一张 然后刚好看到她的卖场有 看到她的卖场有这一片 而且是没拆的 所以我们订货的触角 不是只有在台湾 包括了香港 新 马 大陆 内地 甚至还有欧美一些地方 也可能会找到一些 我们失传已久的一些东西 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 要常常不停地在网路上 去搜寻这些讯息 然后再去跟当地的厂商 去谈合作 进货 我觉得 但是其实在这样一个 接触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发觉 这一部分 就是喜欢听老歌 跟喜欢发行老歌的同好 还是非常多的 在网购的年代 用拍卖平台很方便 而在捷运站附近的店 需要房租 水电 他仍坚持要开实体店面 我们以前去唱美行的时候 可能就从第一排第一张 一直翻翻翻翻到最后一张 然后最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那我觉得那个是我们 那个年代 在唱美行的消费的习惯 我是很想把这个东西 也把这个东西也复刻回来 我们很多客人 其实不是为了特别找谁 来进来这家店的 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在 一张一张一张看的过程中 他会突然想起这个名字 然后再联想到那个名字 对 那个是你在网路上 很难达到的一个 购物的乐趣跟效果 没有新歌的唱片行 打造了70到90年代 经典音乐的空间 带我们重游那个充满回忆的 美好年代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没事 好 没事